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6月22日商務部長黃文濤 應約與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 兼貿易委員東布羅夫斯基斯 舉行視頻會談 雙方商定就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 反補貼調查案啟動磋商 而同一日商務部長黃文濤 也會見了德國副總理 兼經濟和氣候保護部長哈貝克 也就歐盟對華電動汽車反補貼調查案 重新了中方態度 黃文濤說歐盟在沒有成員國和業界申請的情況下 對中國電動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 而且在調查過程中存在的不當做法 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規定 如果歐方一意孤行 中方將會採取必要的行動 包括向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提出申訴 堅定捍衛自身正當合法權益 如果歐方有誠意坐到談判出前 中方也願意通過對華協商 照顧彼此合理關切 以理性和專業的方式 避免貿易磨擦擴大升級 希望德國方面在歐盟內發揮積極作用 推動歐方和中方雙向而行 而哈貝克就說 德中都是全球化的支持者和受益者 當前世界局勢複雜動盪 貿易保護主義上升 德國政府對歐盟發起 對中國電動汽車反補貼調查深感憂慮 認為會對歐洲綠色轉型進程 和消費者利益造成負面影響 也擔心德國在中國的車企利益受損 在當前形勢之下 加徵關稅是最糟糕的手段 將陷入貿易磨擦升級的惡性循環 只有對話協商才是解決問題之道 德國方面贊同中方 關於通過對話解決問題的提議 並將會向歐委會轉達 期待歐中雙方以建設性態度 通過協商談判找到可行的解決途徑 聽到哈貝克的這番言論 令人覺得有點諷刺 第一就是作為一名反華政客 外交界曾經半開玩笑地形容 他是被德國的車企架著刀 迫到中國來談判的 否則德國的車企將會蒙受沉重的打擊 第二重諷刺的是 明明歐盟這個舉動不利於多個歐盟國家的經貿利益 尤其是歐盟中的經濟大國德國 但就仍然沒有一股歐盟內部的政治力量 可以阻止事件發生 而是滑向了一場中歐貿易戰 央視旗下社交平台玉淵淵天 再度發布了重磅的調查報導 嘗試找出到底是誰在蓄意挑起這場貿易戰的 文章說按照歐委會的說法 對華電動汽車發起反寶鐵調查的原因 是中國的電動汽車行業威脅到歐洲 從資料上來看 2024年頭四個月 中國在德國的電動汽車市場份額上升到4.9% 是德國最大的電動汽車進口國 按道理來說德國應該是最能夠感受到 中國威脅和衝擊的國家 但歐委會對華電動汽車加徵關稅這件事件上 德國的態度一直都是反對的 與中國電動汽車關聯這麼緊密的德國 沒有感受到威脅 那威脅到底從哪裡而來的呢? 可以將時間線推到歐委會作出決定之前 利用大數據手段玉淵淵天分析了2023年以來 歐盟27國媒體有關中國電動汽車的報導 歐委會宣布對華電動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當日 有一個明顯的報導高峰 大放在2023年全年的報導中來看 關稅、調查、補貼這些關鍵字 並不是歐盟大多數國家的媒體 關於中國電動汽車報導的主題 而多數報導的目光 還是聚焦在自身產業的發展上 就拿其中報導量最高的德國媒體來分析 2023年德國媒體報導的高頻話題是電池、增長、投資資本 到了2024年電池、轉型、高品質發展等話題持續出現 德國媒體特別關注投資和增長這些話題 背後其實是德國甚至是全歐洲車企在過去一年面臨的轉型困難 文章說由於財政政策收緊 2023年德國政府逐步降低了鼓勵購買電動汽車的消費補貼 這使得市場需求變少 與此同時高企的通脹令德國電動汽車製造成本居高不下 在這樣的背景下降低電動汽車製造成本 是包括德國車企在內的歐洲車企實現轉型最有效的出路 相應地能在資料中看到的是德國、荷蘭、愛爾蘭等媒體 觸達率較高的報導中 都提到了中國電動汽車高質低價的特點 歐洲行業人士甚至直言沒有中國就沒有能源轉型 通過與中國的合作磨例自身成本控制和生產製造的能力 成為歐洲車企的選擇 不過就在歐洲車企陷入困境、奮力抓住 轉型機遇的同一時間 歐委會就開始釋放出要對中國電動汽車加徵關稅的消息 根據歐方的解釋 歐委會對中國電動汽車有威脅的判斷 是從媒體報導中得到的 浴淵譚天的文章說 歐盟27個關於中國電動汽車的報導沒有相關內容發酵 那麼歐委會的人是看到什麼的報導呢? 同一時期提及到這個話題最多的竟然是美國媒體 報導量超過11萬3千多條 美媒的第一個報導高峰是在2023年3月至4月 事情的起因原本是美歐針對美國削減通脹法案中 藍絲補貼傷害歐盟產業利益的問題 要討論解決辦法 不過美國的媒體在報導中 同時就開始了關聯在中國電動汽車行業 存在所謂的補貼問題 在這次的討論之後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歐洲中心助理主任 詹姆斯巴奇克率先提到補貼這個詞的 他說在電動汽車電池供應鏈多元化方面達成共識 是美歐關係的重要一步 任何避免補貼戰的舉措都是有意義的 補貼這個詞由此就開始在歐洲媒體中 關於中國電動汽車的報導中出現 隨後兩名歐委會高級官員在媒體採訪中透露 歐委會負責貿易保護措施的部門 正在討論是否對中國電動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 根據專業機構的挖掘 政客歐洲版一名叫斯圖爾特留的記者 也在協同釋放歐委會對中國發起反補貼調查 以及歐委會將會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關稅的消息 這就成為了輿論場的關鍵傳播節點 有意思的是協同歐委會釋放消息的 不僅是歐洲記者還有美國媒體 而且美國媒體率先發起了信息轟炸 掀起了多輪炒作補貼問題的報導高峰 相對而言歐洲媒體的報導高峰要遲一些 等到了馮德萊恩正式確認將會發起調查 歐洲媒體才針對中國電動汽車和補貼出現過幾天集中性的報導 不過在高峰過後又很快是降為平淡的 眼見單靠補貼這個話題不能引發太大的關注 最後美國諮詢公司又接連發布報告 說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50%的關稅 是阻止中國汽車製造商的必要條件 這些行徑都成為了歐委會發起行動的理由 為了搞清楚歐委會更深層次的想法 玉冤譚天就找到了對華反補貼調查的實操人 玉冤譚天分析了過去一年 歐美媒體中有關中國加補貼加電動汽車的報導 發現這個當中頻繁地提到一個叫鄧尼斯 雷東內的人 他是歐委會首席貿易執行官 這個位置設立的前一年 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宣布對進口 保持歐盟等地的鋼材徵收25%的關稅 進口鋁徵收10%的關稅 加稅後 歐盟對美的鋼鐵出口量 較加稅前下降了455萬噸幾乎是腰斬 此後歐盟也未找到新的買家 鋼鐵行業可以說是元氣大商 這些事原本是由歐委會的貿易專員負責的 美國的做法為歐委會敲響了警鐘 歐盟需要一個執法經驗更豐富的角色來應對 在這樣的背景下 歐委會就設立了一個首席貿易執法官的職位 鄧尼斯雷東內接到這個任命 成為首席貿易執法官 對華電動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 算是鄧尼斯雷東內上任後的最大政績 而鄧尼斯雷東內的手法也算得上是 私以長期以制華都是跟美國人學的 歐洲媒體用了一句說話來評價鄧尼斯雷東內的做法 說令歐盟從世界上最開放的貿易集團 轉變成為一個防禦嚴密的經濟堡壢 歐委會也被貼上了地緣政治委員會的標籤 這個背後最能夠體現歐委會思想的轉化 莫過於反補貼調查的核心對於補貼的認識 長期追蹤國際補貼規則發展的丁瑜說 世貿組織自由貿易規則是有意為各國留下了一個政策空間 這是一個技術性的留白 因為如果不作保留 各國都不會願意加入WTO自由貿易的安排 丁瑜說從十幾年前開始 歐盟對中國的所謂補貼的調查 逐漸增加了包括國有企業提供的電力、土地、貸款、 上油原材料等層面 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的反補貼調查範圍 也是對現有世貿組織規則的濫用 加上歐委會不斷地擴充反補貼的適用 可以看到最近兩年 歐盟對華反補貼調查 頻次之高 密度之大 堪稱是歷史之罪 對於歐委會這種用監管來影響外國企業 進而調控市場的做法 有一個專門的理論叫布魯塞爾效應 他說的是歐洲企業的全球競爭力正在下降 而這時候歐洲可以通過投入監管方面的立法 來改變全球企業的行為 保持歐洲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 最初布魯塞爾效應是用在信息私隱等領域 因為這些領域存在立法的空白地帶 有監管規則的立法需求 但是在反補貼領域已經有WTO規則在先 這時候歐會會就提出了保護主義色彩濃厚的反補貼新規則 運用布魯塞爾效應 實際就是只會帶來國際自由貿易倒退的結果 走至歐委會這次擴大反補貼的範圍 濫用反補貼 就被美國學了過去 今年美國新修改的反補貼條例中 也多了向市場追溯的部分 無論是有中國投資的企業 還是產業鏈上游用到中國的產品 只要與中國有少許的聯繫 按照新的反補貼條例 美國就可以對相關企業展開反補貼調查的 可以看到反補貼已經變成了加徵關稅的一種說辭 而當關稅被濫用貿易戰就會打響了 中國當然不希望看到這樣的局面 玉冤談天的文章就說 中國已經通過會見、會談、通話、信涵等方式 與歐盟的機構 以及法國、德國等16個成員國 進行過80多次溝通 但中國更不害怕的是貿易戰的局面 反而是歐洲要好好想清楚 簡單總結央視這個追蹤報道分析的數據很詳盡 清楚顯示了歐盟受到美國影響有多深 也解釋了一個對歐盟有很多經濟大國來說 都是受損的政策 為什麼仍然會被採納 這裏當中也帶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就是歐洲的戰略自主譚何容易呢?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視頻看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節目 多謝大家